小熊威尼是迪士尼经典的卡通形象 今天艾米就教大家这个款式的绘制 快准备好这些工具吧 首先在乳白色打底的基础上刷好磨砂封层照灯 将小鹿罐中浇的黄色与白色混合 用小笔取胶画出小熊头部的轮廓 照灯 用圆冰取胶上色 找灯 重复上色 找灯 接着用舵士彩绘胶的红色 在头部下方的空白处画出小熊的衣服 找灯 用黄色的红色 在左上方画出蜜蜂身体 然后用棕色与黑色混合出深咖色为图案勾边 被画出衣服上的褶皱 被画出衣服上的褶皱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灯 有黑色画出蜜蜂的条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用白色为小熊嘴部上色 再画出一些五半小花 找灯 继续取浆 画出翅膀 接着用红色与白色混合出粉色画上舌头 用黑色在空白处画出一条弯曲的虚线 再用黄色点出花心 照灯 完成剩余的勾边 照灯 最后整脚树上磨砂封层照盖就可以了 复杂的卡通形象可以在纸上练习绘制 喜欢就收藏起来吧 商品链接在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啦